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想先在天津发展一段时间 所以你就奔着他来了 我是专门就是比尔叶去天津找到他 这就算为爱情是吧 对 是吧 但是来了之后好像说你们的情感反而疏远了是吧 对 其中就是他可能就是对我有一些不满 说我就是对他控制力太强 就跟他三观有点不合 异地恋期间怎么样啊 其实这个事情从异地期间就有矛盾在里面存在着了 就比如说他说我跟朋友一起就是出去玩总忽略他 但是说实话我在天津的时候 刚开始跟他是约定好了 我们每天会视频或者是打电话之类的 刚开始前半年一年的样子还很好 然后之后他就说越来越没有话题聊 因为他在那边就属于三点一线嘛 去上课然后吃饭回宿舍打游戏 然后我在学校这边就是活动比较丰富 就有社团或者是有工作室啊那些的忙 然后他就觉得他那边生活很单调 他也就不愿意跟我去分享那些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你想说什么 或者你看到什么好玩的 好吃的或者什么的 你都可以跟我讲 我也都愿意去跟他说 或者是他有一些就是不开心的事情之类的 他也可以都跟我讲 我都完全就是我们可以相互交流嘛 然后他就觉得没有什么说的 然后我这边跟他说我很开心的事 或者是很烦的事 他就会觉得跟我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然后他就觉得我又体会不到你的快乐 我也体会不到你烦心的那种事情 然后后面我就也逐渐的 不怎么跟他讲这些事了嘛 然后他就会觉得我们之间越来越没有话题 但是这三年不是还是坚持下来了 是吧 来这儿生活以后应该好了吧 因为我是专门来天津去找他嘛 我想在这段时间多给他一些相处的时间 然后可能就会联系他有点频繁 他就开始抱怨我控制欲太强 不是说控制欲太强 就是说就比如说我的朋友 也是属于他们到天津来找我玩 然后还有就是我哥哥 就是那种有血缘关系的那种表哥堂哥 他们有时候过来找我吃饭 就这种关系他都会觉得是你的男性朋友 就回去就跟我大吵一架 这个你一起陪着去不就行了吗 不是亲戚吗 对啊 为啥不陪着去啊 就是他比较好的朋友亲戚的一些 我是会陪他一起去的 我就是不满意的就是他经常有很多 就是比如说今天吃个饭 然后之后就一两年不见的朋友 然后我就觉得见这种朋友没有必要 但是他却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女生交友广泛 你等于来了天津之后觉得跟他的距离还是远是吗 虽然人在一起但是距离很远是吗 对 其实就是他是那种就比较宅的那种人 他也没有圈子 然后包括他在原来的那边 他也不怎么跟女生交流啊之类的 不是挺好吗 然后他的圈子说实话 我数来数去也就那么两三个人 他就会觉得我一旦跟男生交流过多 就是我的不对 然后他就会说我都做到了 不跟女生交流不跟女生怎么 但是为什么你就不能做到呢 你是觉得他要求过分了是吧 对因为包括我跟就是表哥呀 或者是表弟呀出去 他都会觉得就是男生就不行 就是作为男朋友来说 我确实对于他的一些 就是跟男生的交往 确实会有一点不高兴 跟亲戚的这种交往你也不高兴吗 亲戚的话不会 你看人家不会吧 但是每次我跟他说 我今天表哥过来 我跟他一起吃个饭 然后他就会在旁边说 哎呀我怎么没有这种妹妹 可以请我吃饭呢 就是这种特别阴阳怪气的语气 基本上每一次出去都是这个样子 好 你刚才说了他的圈子很小啊 你圈子是不是特别大 应该算是比较大 你都有些什么爱好啊 平时会就是弹吉他呀 然后摄影呀这一类的 他都不喜欢 对 那你们俩怎么在一起的呢 因为我们之前也算是同学 然后也是属于就是在一个朋友 就是圈认识的那种 还有什么不合吗 还有就是他不愿意去听我说 就是我这边发生的事情 在家里他也是属于他看手机 然后我比如说想跟他分享一点 我跟朋友出去玩 然后怎么的事情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你天天都在跟朋友出去玩 每天都是这种事 那你说来说去反正都是玩 那你跟我说也没用 你去玩你的就行了 那你是天天都出去玩吗 也没有天天都出去玩 通常出去会干嘛呢 通常出去就跟朋友逛街 然后比如说去喝喝下午茶 去看个电影之类的 这是归根其底还叫 我对你的社交方式不是特别满意 还有其他不合的地方吗 他爱玩电脑游戏嘛 然后我也玩手机游戏 他就觉得是 我经常会跟我朋友一起玩 一玩就是一晚上 但是就不愿意陪他一起玩游戏 我以前是愿意去陪他玩的 就比如说他玩英雄联盟之类的游戏 然后我也去学打这个游戏 但是你知道刚开始打的时候 就打得很不好 我就会被队友骂嘛 然后我就想着说他作为我男朋友 就最多帮我说两句话或者是什么的 他就会说你菜你就应该被骂呀 你就活该被骂呀 他就这么对我说 说完了之后本来那场游戏 输了心情就很不好 你安慰我一下不行吗 他就说世人都是这么过来的 大家都是菜过来的 都是被骂过来的 你有什么特殊的呢 然后我就宁愿跟我的小姐妹一起去玩游戏 还有就是我觉得他不会照顾人 因为我属于那种自由性特别强的工作嘛 就是需要个人在外面跑会比较累 因为是跟朋友一起的工作室 就是我回家之后可能就想休息 他在家里也是就躺在床上 或者躺在上方上也不动 然后我回来 有时候他就吃外卖 点外卖可以过一天的那种 但我觉得外卖这种东西 就是卫生可能差一点 我就说我回来就是你做个菜呀 但是他不会做菜 刚开始学着做了两个 然后我就说他 我就说这个菜少一点盐会怎么的 他就觉得我在骂他 我说他做饭不好吃 最开始都是我做 我做的时候他觉得不好吃 之后他就强行不要我做了 我没有强行不要你做 我就只是跟你说 这个菜可以多放点盐或者什么的 然后后面你就自己就不做了 然后他就不做饭了 你怎么会喜欢上这个男生的呢 我也莫名其妙了 因为刚开始就 就在台上面就这么几分钟 我就真觉得这两个人 是两个世界里的人 因为刚开始觉得他挺老实一点的 这不还是挺老实吗 对啊 但是生活在一起之后就太闷了